新北市原民局为了促进原住民长者口腔健康 今年再度与新北市牙医师工会合作 推动装置假牙补助计划 全市预计有超过200家的牙科院所投入服务 原民长辈只要经过牙医师专业评估后安装假牙 最高可以补助44,000元 营法族常常有缺牙或是口腔疾病 间接导致营养不良、身体免疫力下降的问题 为了促进原住民长者口腔健康 新北市原民局今年再度与新北市牙医师工会合作 推动原民长者装置假牙补助计划 新北市原民局今年再度的跟新北市牙医师工会一起来合作 推动补助原住民长者装假牙的计划 那么全市目前有285间的牙科医疗院所 可以来提供长者咨询以及就诊的服务 此外今年还特别加码补助 不论是固定式或上下二活动假牙 都有调升补助金额 符合经济入市资格 最高可以补助44,000元 特别的是新北市原民局今年也调升了假牙补助的金额 我们感谢中央原民会的支持 在今年特别的是补助对象 55岁以上涉及在新北市持有低收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证明者 最高可以补助到4万4千元 至于一般户的原住民长者 我们最高补助到3万3千元 只要是55岁以上涉及新北市的原住民长者 如有安装假牙需求 可持健保卡就近咨询 看诊 相关补助及申请详情 请上新北市原民局官网查询 故事电卡2960-3456-3970 介绍生平正门期新北市采访报道